我想要你每天把手機關機30分鐘 30分鐘的懸情不會逆轉 我想要你聽我說話 不要每一次都是我生氣了 你才開始聽 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可是這些 很小很小的事情 都跟台灣的未來一樣重要 黃建衛 蔡軒彥 整幅齊標戲 人選之人 寫實金句 贏公民 Baby 我快到了 不用了 我知道了 什麼 爸爸 娘 上車 喂 寶貝 來 上車 快點 你不是在趕稿嗎 對 我趕圖趕到出門前最後一秒 知道你一定會聽到 不是啊 我到了啊 8點 不是 她等個5分鐘 10分鐘 好像不會用小氣的 對 我比較小氣 黃建衛在職人劇人選職人照浪者 和老婆蔡軒彥扮演夫妻 劇中的她一忙於幕僚工作無法兼顧照顧小孩 還忽略老婆感受 手機這麼好看啊沒有下班時間的喔 我現在選你去啊 方琴老師說如果我們在這麼晚去的話就要加錢 嗯 好啊 好啊 看多少錢我們就會 我們可以像兩個大人一樣在講話嗎 可以啊 你接吧 老婆在也忍不住決定帶著兒子去媽媽家贊助 媽媽對不起 不要敷衍 那你說你哪裡走錯了 因為我覺得我的工作比你比較重要 我很愛你 我也很愛洋洋 可是我不愛工作 因為我知道我的工作可以改變台灣 讓台灣變得更好 所以其他的事情 你跟事情 你跟洋洋的事情都可以等 我沒有不願意付出 我只是不喜歡我的付出變得這麼理所當然 然後 我在你心裡這麼不重要 我不需要你每天去接洋洋 或是做很多家事 我需要的是你可以去理解我想要什麼 那 當我跟你說我想要什麼的時候 你不要假裝接受 然後又做不到 我希望我們兩個人之間是溝通不是敷衍 我想要工作 我想要你可以明白我們兩個人的工作一樣重要 我想要你每天把手機關機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的璇情不會逆轉 我想要一個禮拜可以至少有一天 我們全家人一起吃飯一起陪洋洋玩 我想要你聽我說話 不要每一次都是我生氣了你才開始聽 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可是直接很小很小的事情 都跟台灣的未來一樣重要